在犯罪的世界里 有弄些个神秘兮兮的名人 整天藏在暗处 让人摸不着头脑 上世纪80年代 特技还不咋发达 罪犯就容易脚底抹油开溜 可就算现在有了先进的行侦技术 也不是什么一堂都能解开 有时候吧 想把这一项挖出来 结果反而弄出更多问号 就像今天这个案子 本期视频将详细分析 看看这次的罪犯 是不是黄道十二宫杀手呢 因为有太多东西想死了 视频结束后 欢迎大家提出意见 1980年8月9号 在美国威斯康新州 那个水城小镇 19岁的蒂姆哈克 和跟他同岁的女友 凯利德鲁刚高中毕业 参加了朋友的婚礼 婚宴完呢 这对小情侣本来打算 跟朋友们拒绝 结果就人间蒸发了 最后有人看见他们是晚上11点左右 正从那个康科德宴会厅往外走 蒂姆他爹到处找儿子 最后在宴会厅附近 找到了蒂姆的车 车里就身蒂姆的夹克 支票部还有个装着6美元的钱包 人却没影了 一开始他爹也没慌 还以为是朋友把他们带走了 可过了一晚上 这小年轻人还是没消息 8月10号晚上 蒂姆他爹报的警 这时候 离他们失踪都过去24小时了 警察马上开始搜 把宴会厅周围犯了个便 啥也没找着 这几十宗案 可不是康科德宴会厅附近 投一回出怪事 6年前 1974年6月5号 17岁的凯西舍伯格 也在这神秘消失了 那天晚上3点左右 凯西跟他男友 在毕业舞会上吵了一下 然后就走出了宴会厅 再也没消息了 凯西本来打算在朋友家过夜 所以他妈第二天发现 女儿没回家 才觉得不对劲 在他妈眼里 凯西没理由 离家出走 这姑娘又听话又负责 东西都在家里呢 更重要的是 凯西后面还有事呢 第二天要在学校发传单 还要当亲戚婚礼的伴娘 这可不像她能干出来的事 总的来说 她就是个快乐的小姑娘 生活里也没啥大烦恼 失踪的时候 凯西穿着蓝色长裙 留着金色长枝发 竟查使了老劲啊 可凯西到现在也下落不明 5年后 1979年 18岁的杰吉弗洛姆也失踪了 后来他的尸体在离水城 大概10公里的 伊克索尼亚龙庄附近的宫里 被发现了 死因是后脑中弹 警察怀疑就是报复杀人 就在他被害前几天 杰吉在一个15岁少年 被杀的案子停生里作证 被告最后无罪释放 那时候 警察也没把凯西的失踪 可节节的死联系起来 一直到这对小情侣失踪 这事就变得可疑起来了 这三起案子是不是有啥关系呢 是不是一个凶手干的呢 小情侣失踪5天后 搜救队在婚礼举办第5公里外 发现了凯丽被撕碎的衣服 第二天 警察在1公里外的玉米地边上 找到了两只尸体 找了6个小时 可算找到这对小情侣的遗体了 两人都被打得够呛 像是遭了不少罪 凯丽被性侵了 定不被刀捅了 凯丽是被勒死的 她手腕和脚踝上 还有被绑过的印子 一年后的1981年10月 两岁的米歇尔门德 在水城家里的卧室里 神秘失踪了 22天后 她的尸体被发现 穿在河岸的水槽里 还穿着粉丝水衣 警察一开始还以为是意外 觉得这小女孩 自己从家里溜出去 走了大概三公里到水边 然后掉水里淹死了 可好多细节都不对劲 她爸妈可不相信才两岁的闺女 能自己跑出去 大晚上的走那么老远 还不活怕 更何况那天晚上还下大雨呢 这小不点 咋可能在这么恶劣的天气里 走那么远的路 还得跨过铁路和桥 事件结果把真相得露出来了 法医发现女孩老代科们出鞋了 耳朵附近有老大一块淤青 专家觉得 这些伤根溺水后 在水里泡久了的情况对得上 虽然没发现性侵的痕迹 可这女孩尸体被发现的地方 离之前那些受害者遗体 被发现的地儿挺近 这就让人不得不想 这些案子是不是有联系 警察开始怀疑 这地儿可能有个连环杀手 这消息可把当地居民吓屁了 整个社区都晃了 人都不敢出门 也不敢让孩子单独出去 居民都让警察赶紧把双手抓住 警察通过媒体让大家提供线索 举报可疑的人 虽然收到了点消息 可都没啥大用 真他们一点头绪没有 调查就僵在那儿了 1988年5月 这案子有点转机了 有个叫约翰·西蒙的家伙 给警察提供了重要线索 他怀疑一个叫维恩·爱德华兹的人 可能跟这对小情侣的谋杀案 甚至其他失踪案都有关系 西蒙说爱德华兹是个家庭暴力狂 骗子 流了汗 整天开个面包车到处乱窜 座位底下还藏着手枪 吓人得很 西蒙是1980年夏末认识爱德华兹的 那时候爱德华兹一家租住在农场 西蒙在那干活 他亲眼看见了爱德华兹对别人可狠了 爱德华兹老船一身军装 跟西蒙说他在小情侣失踪那晚 在康科德宴会听当保安 他们还经常在发现凯莉和蒂姆尸体附近的玉米地里干活 爱德华兹对那篇的渴熟了 西蒙回忆起小情侣失踪那天 爱德华兹的脸伤得可重了 总到要朋友送他去医院让外科医生指 问他咋回事 爱德华兹说他打猎的时候想打一头鹿 结果步枪后助力太大 把他连给打了 这解释听着可疑 爱德华兹可是个老恋人了 咋能翻这么低级的说呢 更可疑的是 发现尸体后 爱德华兹一家马上收拾东西跑了 啥也没解释 这可太奇怪了 他们本来还有好多计划 马上收获机就来了 一家人就这么突然走了 也没跟人告别 也没留个新地址 这根本就不合常理 从那以后 西蒙就再也没见过 也没听过爱德华兹的消息了 仅他们对这些消息可感兴趣了 就开始调查 他们先联系了医院 证实维恩爱德华兹 确实在1980年8月 就是小情侣失踪后的第二天 因为鼻骨骨折去治 警察想找他 发现他在医院蹲戒的出生日期 跟一个叫道格拉斯维恩爱德华兹的 佐治亚州居民一样 可再就没啥别的信息了 得注意啊 这时候是1988年 还没有现在这么厉害的电脑数据库呢 所以调查又僵住了 一直到2009年5月初 才有了新情况 一个48岁的女人艾普利尔艾德华兹联系了执法部门 说自己是嫌疑人艾德华兹的女儿 说的就是同一个人 全名叫艾德华为恩艾德华兹 在别人眼里 艾德华兹是个挺慈爱的爹 顾家的男人 可他有时候就会突然爆发出控制不住的暴力倾向 还进过好几次监狱 有不小重罪 在家里 艾德华兹老大老婆 他女儿一直怀疑他是个杀人犯 他好像对连环杀手有病态的迷恋 老研究他们的档案 艾德华兹还会把报纸上关于谋杀案的文章剪下来 贴满自己房间的墙 他喜欢混在警察中间 插手调查 到处打听消息 不管他们住哪 艾德华兹老是突然搬家 有时候大半夜的 也不打招呼就带着全家走 每次这样他女儿都觉得有猫腻 可又不敢问 据艾普利尔说 就在这些事发生前不久 他爹出了本自传 讲了自己人生里最惨的经历 艾普利尔真心觉得 他爹在自传里暗示了一系列一直没坡的谋杀案 其中就包括对蒂姆和凯莉的袭击 一直到2009年 已经大妈的艾普利尔决定把过去挖个第二天 终于鼓起勇气面对心理的恐惧 他觉得是时候行动了 在网上搜他们以前住的城市里没破的案子的时候 艾普利尔偶然发现了凯莉和蒂姆的事儿 这对小情侣在1980年婚礼招待会后失踪 后来被发现遇害了 他记得他爹以前在同一个宴会厅工作 而且 他们一家在那对小情侣失踪后突然就走了 艾普利尔确定他爹跟这案子有关系 就求警察去调查艾德华兹 警察可来劲了 负责调查这对小情侣谋杀案的侦探去了俄亥俄州 跟艾普利尔聊了聊 2009年6月 警察又去了艾德华兹当时住的腾塔基州 路易斯维尔 那时候艾德华兹都76岁了 跟老婆一起住 他身体可差了 除了坐轮椅 还得靠氧气瓶或者 也就是说他没几天活头了 警察想踩他的DNA样本检测一下 艾德华兹一开始不乐意 可警察拿着事先签好的搜查令 他也没办法 踩的这件样本跟凯利尸体和衣服上发现的对上了 2009年7月30号 艾德华兹被抓了 被指控谋杀蒂姆和凯利的时候 艾德华兹一开始不承认 他说自己跟凯利是自愿发生关系的 所以自己的DNA才会在女的孩身上 他还坚称走的时候凯利还活着 这明显就是瞎扯 这俩小情侣是一起失踪一起被害的 可过了几周 他又改口供 成日杀了这俩年轻人 可能是觉得自己快死了 想把事都倒出来 艾德华兹又承认了两起没破的案子 另一对小情侣的谋杀案 还有1996年6月 杀了自己20岁养子的事 2010年6月 在法庭上 这罪犯正式认罪 被判了两个无期徒刑 2011年3月8号 他因为杀儿子又被判处死刑 定在2011年8月31号执行 因为身体不行了 他被转到监狱医院 2011年4月7号就病死了 艾弗里尔知道他爹真是杀人凶手的时候 他的世界都塌了 意识到他爹就是他一直觉得的那个可怕的人 他都喘不过气来了 他一点也没觉得解脱 只有跟强烈的羞耻胆和对爹的内疚 还后悔自己没早点报警 现在 他都带着自己爹是个变态杀人狂的认知活着 还得告诉孩子们这事 审得他们从网上知道爷爷的可怕真相 艾弗里尔想起自己八岁那年 他爹带他去公园的一个池塘 他们穿过灌不从的时候 突然警笛声大作 警车闪着灯来了 原来 他带自己来到了自己杀害一对情侣 比利拉瓦克和朱迪斯特劳布的犯罪现场 现在他明白了 他爹就跟好多连环杀手一样 又回到作案现场了 正好那时候有路人发现了被扔的车报了警 有人就猜 艾德华兹可能是故意报警还带着女儿 就是为了不让警察怀疑他 这个到现在还正义不断的罪犯 过得那叫一个丰富多彩 跟他的受害者可完全不一样 好多人想从他的事里捞好处 也有人想要正宁 大家就琢磨 艾德华兹到底是就杀了这五个人呢 还是远远不知这个说呢 其实很有可能不止 因为还有好多类似的案子 包括小米歇尔 17岁的凯西社伯格 和18岁的杰基弗洛姆的案子 有的人甚至觉得艾德华 艾德华兹就是黄道十二宫杀手 事实证明 1972年12月 有个叫艾德华为恩艾德华兹的人 在一个电视节目上出现过 讲了自己让人不敢相信的经历 在节目上他说道 我是艾德华兹的华兹 以前是FBI十大通缉犯之一 现在我是个说人尊敬的公民 这就是我的人生故事 小时候 我觉得唯一能让人认可的办法 就是偷东西 我犯了武装抢劫罪 还冒充警察 因为谋杀案被通缉 我在监狱里待了一阵 在那儿接受了专业培训 慢慢意识到我还能成为一个人物 回到社会里该待的地方 当然了 舍尔可没像这个前囚犯想的那样发展 出狱后 他的暴力倾向越来越厉害 最后就开始杀人了 1977年8月 俄亥罪州出了一起双重谋杀案 受害者是一对小情侣 18岁的朱迪斯特劳布 和21岁的威廉拉瓦克 这俩小情侣约会完就失踪了 两天后 警察发现了威廉被扔的车 车里还有好多贵重东西 这就排除了抢劫式作案动机 仔细一搜 警察在离车几百米的地方 发现了这对小情侣的尸体 俩人都是后脑勺中枪死的 很快 留个目击者说 看见两个男的在车旁边吵架 然后就看见一道亮光 听见一声枪响 一个女孩从车里跑出来 可绊倒了 收手接着就朝他脑袋开枪 一开始 警察觉得这是情杀 他们猜凶手可能是朱迪的一个追求者 想把情敌弄了 可又不得不把 可能会跟警察举报他的朱迪也杀了 这时这个说法的是 朱迪跟好几个男的约会过 可其他年轻人都有靠谱的不在场证明 所以 这就让侦探们放弃了这个想法 这么多年 这案子一直没破 一直到艾普利尔跟警察举报 他爹最后承认了这事 艾德华兹承认的下一起双重谋杀 是1980年 在维斯康新州 受害者是蒂姆哈克和凯利德鲁 一直到29年后 有了基因分析技术 才有了抓人的证据 DNA检测结果 最后证实了到底谁是这两年轻人的真凶 艾德华兹承认的下一起犯罪 是1996年 这次受害者是他25岁的养子 他自己承认 为了拿25万美元的保险金 他用猎枪近距离把儿子打死 艾德华兹把儿子带到俄亥俄州 伯顿他家附近的树林里 朝儿子脑袋开了两墙 把尸体扔在一个浅坑里 后来被一个猎人发现了 虽然艾德华兹一直是这起案子的嫌疑人 也被问好多次 可那时候没法证明他有罪 一直到后来他认罪的时候才承认了这事 很明显 他觉得自己快不行了 艾德华兹在身边的最后几周跟媒体聊了可多 就让我们知道了这个男的人生里的一些事 可大家还是觉得 他带着好多秘密进了棺材 艾德华兹出生于1933年6月14号 在俄亥俄州阿克伦 他第一次因为一系列武装袭击被抓 1955年进了监狱 他用偷来的崔磊瓦斯成功孕育了 1961年 他成了FBI十大通缉犯之一 1962年1月20号 他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被抓了 又被送回金玉服刑 后来他在1967年被假释了 接着他就开始杀人了 到底是啥让一个普通人变成了大魔头呢 艾德华兹从小就是个孤儿 从来没见过他爹 很小的时候 他就看见他妈自杀了 他妈一直被抑郁症折磨 一个人养儿子 在自传里 艾德华兹描述了后来被送到孤儿院的事 在那他被兄女揍了好多次 等艾德华兹长大被放到成人世界里的时候 他对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恨 杀人好像也就是早晚的事 他犯了点小错的时候 本来有机会去美国海军陆战队赎罪 可从那被不光彩的开除后 他又接着走犯罪的到了 很明显改造没起啥作用 艾德华兹的亲戚对他的童年有不一样的说法 确实 六岁的时候他看着他妈在他面前朝自己脑袋开枪 可没马上死 这小男孩看着他妈垂死挣扎 啥也干不了 他妈重伤被送到医院 艾德华兹一直拉着他的手 直到他断气 后来 这男孩被姐姐和姐夫收养了 可不到一年就被送进孤儿院了 因为他表现出很严重的行为问题 根本管不了 艾德华兹在孤儿院一直待到1945年被开除 开除的原因是他太坏了 老打架 态度可差了 对别的孩子影响不好 还老想跑 至于他小时候到底有没有被虐待 现在也说不清楚 可他有时亲戚不承认 说艾德华兹从小就很残忍 从20岁到30岁 艾德华兹在全国各地瞎溜达 啥临时活都干 啥都愿意试试 他当过船员 买过吸尘器 占过杂火 还在别的地方干过 要不是走了犯罪的道 他本可能成为一个挺有本事的人 可这家伙就是不学好 整天想着干坏事 他开始抢劫加油站 还一点都不遮掩 就盼着出名了 出狱后 艾德华兹结了婚 生了娃 他卷入了一些轰动一时的案子 更别提那多年被通缉的日子 他的事 让好多人看到了从犯罪里捞好处的机会 艾德华兹自己可不是唯一一个 根据自己经历写书的人 其中最有争议的就是那个 退休警官约翰·卡梅隆写的传记 卡梅隆1979年开始当警察 2005年以美魄的案子生态的身份退休 他参与过美国一些最危险罪犯的调查和抓捕 根据自己的经验 卡梅隆觉得艾德华兹设计的谋杀案远不止大家知道的这些 还说他是美国历史上最残暴的罪犯 不过呢 他这说法可引起了好多争议 卡梅隆最有争议的猜测之一就是 艾德华兹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黄道十二宫杀手 这个神秘杀手的真实身份到现在还是个谜 在自传里 艾德华兹声称自己跟黄道十二宫杀手有过私人接触 这可能就是卡梅隆觉得他们是一个人的原因之一 60年代末 黄道十二宫杀手至少发动了7次袭击 他专门挑年轻情侣下手 在公园 汽车里 或者海滩上袭击成双成对的年轻人 有些受害者活下来了 可以没帮警察抓住凶手 这个杀手的标志性作案手法 就是专门猎杀约会中的情侣 确实 凯丽和蒂姆 还有朱棣和威廉 都是在约会的时候遇害的情侣 然而其他被认为是艾德华自干的犯罪 跟黄道十二宫杀手的作案风格可大不一样 这些案子看起来更随机 不管是袭击方式 还是受害者特征都不一样 其他受害者都是单独被杀害 手法也不一样 包括从家里绑架 然后溺死的小绿孩 卡梅隆的论点有好多矛盾的地方 几乎所有的推测都很容易被推翻 比如说 根据官方记录 爱德华自不仅袭击了凯莉和蒂姆 还把他们绑起来折磨他们 强奸了凯莉 最后才用刀杀死他们 这跟黄道十二宫杀手 通常用枪射杀受害者的作案手法可不一样 爱德华自自己坚持另一种说法 声称他是用枪射死了两人 黄道十二宫杀手戴着面具作案 可爱德华自没有 有个幸存者给警察提供了凶手的描述 卡梅隆坚称 爱德华自在作案前不久刚从监狱逃出来 还偷了一辆车 根据幸存者的描述 袭击者是个强重的黑发男人 最明显的特征是头上戴着一个黑色兜帽 正面绣着黄道十二宫的标志 证探坚持认为 爱德华自在几次袭击中用了类似的装扮 黄道十二宫杀手用枪作案 大家都知道 爱德华自也喜欢用这种方法 尽管如此 好多人怀疑他是不是符合幸存者描述的凶手形象 根据爱德华自自乱里的叙述 他在第一次入狱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他称之为弗兰克的人 这可能是化名 他确信这个人就是黄道十二宫杀手 而且 那个囚犯成了他的某种偶像 爱德华自选择效仿他 因为他佩服这个人的聪明和残日 在书里 爱德华自讲了他知道的关于弗兰克的所有事 弗兰克1949年从军队退役 之前 他在蒙大拉州因为潮人开枪被抓了 据爱德华自说 在监狱的时候 弗兰克表现得很虔诚 但是他宣扬的东西比传统教义可怕多了 退役后 他被诊断出有精神疾病 可能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引起的 可惜那时候没法给他帮助 这最后导致了他无法控制的失灭欲望 好多人想把爱德华自和黄道十二宫杀手联系起来 他们提到他出狱后的新族 他熟悉并且住在黄道十二宫杀手作案地点附近 至少 他的家人住在那 所以爱德华自经常去那探亲 特别是卡梅隆侦探用了一张家庭照片 显示杀手和家人在一起 爱德华自的女儿艾普雷尔承认 他爹强迫孩子们看关于这个神秘杀手的视频 还对每个细节都发表评论 有时候 节目里出现错误信息的时候 他会愤怒地大喊大叫 这就两人怀疑 他是不是就是那个 对这些犯罪了如指掌的黄道十二宫杀手 后来 爱德华自的女儿提供了他生活世界的时间表 以及他们住的地方 但是 他开始记录这些信息 是在70年代中期 所以 没法确定爱德华自在黄道十二宫杀手活跃的时候具体住在那 尽管如此 在他被放出来后 确实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 而爱德华自好像以某种方式和这些事有交集 大家都知道在那时候 他住在黄道十二宫杀手 一个受害者家仅两个街区之外 这些事之后 黄道十二宫杀手第一次和媒体联系 传递了几个密码 到现在 其中两位已经被破译了 在这些密码里 这个神秘的杀手相信 每个被他杀死的人 都将成为他来时的私人奴隶 好多人想破解黄道十二宫杀手留下的其他密码 其中一个人声称得到了爱德·爱德华自这个名字 这个人 就是卡梅隆 他在自己的书里声称破解了一个密码 然而仔细检查后 他的论点好像都不太让人信服 在这些事之后 黄道十二宫杀手沉寂了一段时间 只是偶尔给媒体发点信息 他显然是想引起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关注 并且从中获得某种懒足感 爱德华自的行为也能这么分析 在出版资传后 他周游全国 频繁接受媒体采访 出现在各种节目里 后来 那些追查和他有关信息的人 仔细分析了他提供的各种细节 作为爱德华自设计一系列犯罪的论据 卡梅隆提出了一个相当奇怪的说法 他觉得 从70年代开始美国犯罪率的急需上升 和爱德华自出狱有关 很明显 这种说法有好多反对的人 要影响一个有三亿人口的国家的犯罪统计数据 爱德华自每年至少得杀好几百人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批评的人也质疑黄道十二宫杀手的画像 和爱德华自相似的说法 大多数人觉得他们俩之间没啥相似的地方 事实上卡梅隆和爱德华自进行过多次对话 甚至还有通信往来 他们当然多次讨论过黄道十二宫杀手的话题 爱德华自坚持认为 他是在五年的监禁期间认识了这个著名罪犯 他声称自己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黄道十二宫杀手 卡梅隆觉得 这个黄桓杀手是在嘲笑他玩弄他 说话总是拐弯抹角 暗示自己就是黄道十二宫杀手却不直接承认 然而这种执着对卡梅隆可没啥好处 他的亲人表示 因为没能抓住这个意志在逃到杀手 卡梅隆精神崩溃了 从2010年开始 爱德华自开始写博客 他一直对犯罪世界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特别是对连环杀手 他对黄道十二宫杀手的兴趣 更多是出于崇拜和尊敬 他多次指出 这个罪犯的出现塑造了一种 新型的智力性连环杀手现象 爱德华自称这类杀手是不可琢磨的 他觉得黄道十二宫杀手 可能至少犯下了37起抹杀案 在某些推测中 他甚至把这个数字提高到了70起 爱德华自多次带着敬尾执请描述 和黄道十二宫杀手有关的一系列血腥事件 他觉得 要完成这样的犯罪 需要具备高度的组织能力和控制力 能够准确控制情绪 果断 而且非常聪明 大多数人觉得 这一切不过是为了吸引公众注意力的炒作 好多犯罪爱好者不支持约翰卡梅隆的观点 觉得他就是想靠这些故事赚钱 或者他已经在寻找黄道十二宫杀手的过程中 走火如魔了 在某些方面 他的数据确实和官方认可的信息不符 无论如何 爱德华自这个人渣终于在监狱里死了 但他带走的秘密远比我们知道的要毒 他是否真的就是臭名招住了黄道十二宫杀手 还有多少无辜的生命惨遭他毒手 这些问题恐怕永远无法得到答案了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这个出生罪有应得 下地狱都便宜他了 对于本视频你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请记得点赞并订阅鼠哥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